在过一周,新赛季的亚冠联赛小组赛将正式开打,本周中也是各支参赛球队报名的最后日期。 通过了附加萨进行决赛圈的山东鲁能,迎来了他们历史上的第九次亚冠之旅,这也是中超球队中参加亚冠次数最多的一支。 在此次的大名单中,巴西的年轻社首格德斯并没有入选,而是有比历史新元贝莱尼顶器。 作为李肖旁上赛季最为看重的陶尔德利接班人,此次并没有带上格德斯参加亚冠,无疑是他自我打脸的一种表现。 上个赛季二次转会期,山东鲁能从巴教联赛,挂来了年仅22岁的格德斯。 李肖鹏之所以强烈推荐引进这位巴西小将,就是看重了他是一只血利骨。 而且,陶尔德利和鲁能合同到期后,李肖鹏也极力想要把他培养成为新的进攻核心。 经过了上赛季下扮成比较平庸的表现后,李肖鹏并没有质疑格德斯的能力。 在旧赛期,鲁能也打造了利格德斯为全场攻击核心的战术体系。 然而,就在亚冠附加赛主场面对河内F5C的比赛中,格德斯全场形同梦游,仅仅只有一脚不着边际的圣门而已。 如果不是下半场比赛鲁能改变战术,经济亚冠真的有点选。 比赛的最后时刻,李肖鹏拥中中海斌将格德斯换下,而巴西社手下场时的神情十分无奈。 此次,亚冠小组赛填报道名单,格德斯直接被新元贝莱妮顶替,即使鲁能进入淘汰赛,他也无法参加八分之一决赛的对话。 而一旦缺少了格德斯,鲁能前场攻击点,就只剩下佩莱一人,届时鲁能恐怕想要小组出现,将是男上加男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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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